按住講笑話 上體育課雖然早就解除口罩令 但還是有些學生習慣戴著 也有人已經把口罩拿下來 到目前為止戶外只有運動時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12月1號開始 如果學生在操場等戶外空間上課 甚至是下課時間 還有集會活動 全都不用戴口罩 蠻期待的 因為戴口罩很悶 然後很熱 然後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就是不戴口罩就是會好一點 進到教室就不會那麼熱 然後就會記得戴上 就怕孩子從室外空間走進教室 會忘記要把口罩戴上 因為就連教室走廊之後 也不需要戴口罩了 一旦進到教室就要戴上 老師也會加強獨處 上上學時段人潮比較擁擠的時候 像是在學校校門口 校方還是建議把口罩給戴上 我們學校比較大 在人行道上面的人比較多 那如果說有擔心的 其實就是自主 自己保護好自己 覺得這個時候人似乎比較多了 我應該戴起口罩 那就靠自己來做自我的保護 另外像是警媒女中表示 將會以之後教育局公告的違准 不會另外限制學生戶外 是否佩戴口罩 懷申國中也表示 會配合教育局規定 也會加強宣導進教室內要戴口罩 教育局回應公文還沒有發出 但規範方向仍以中央公佈為主 相信日容還在討論中 將會盡快在這兩天內定案 TV新聞 旭孟傑曹哲元 台北採訪部等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snap%&北採訪跟我